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爽不爽 另外有8分之四就是 一定要先買房子 待會結婚 這樣比較固定 這個是全台的一個統計 你看不出南北差距 帶我們來看一下差距在哪裡 好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 大數據的分析之後發現 南北真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怎麼說 北部40%說 先買房再結婚 因為房子真的買不去 你如果要等不到等美女 後年 到時候新牛變老牛 不行 對 兩母一半一半 那個房子普通普通 是 南部房比較便宜 所以百分之六十 只要爸爸媽媽要到三天 都可以先買房子 帶母 這個北中男 40 50 60的這個所謂的結婚指數 我們可以把它反映成另外一種 房價指數的代表 你看房子越貴的地方 我越買不起房 我結婚之前我怎麼買得起呢 對 沒有錯 所以它其實是在反映到 現在年輕人的另外一種的無難 南北大不同 對 那這邊有一個北漂族 他有一個網友 他在網路上他發文 他說他們爸爸媽媽說 你在台北做主 這樣不是辦法 爸爸媽媽幫你倒三天 我們不要幫房東去繳房貸 對 自己買一間 投資款我來出300萬 至400萬 我們現在大大 五六年過 家裡蓋起來 我們要買到 寫金換大金 以前你們爸都這樣賺錢 怎麼不好 阿爸不出錢我都好 是 但是我有幾個條件 就是因為我們要穿錢 都住在新增泰山 所以你現在買 你就買到新增泰山 你去找 差不多三四百萬的家庭去找 他很開心 全世界都有這種爸爸這麼好的 去找新增泰山 在你找你找 只有社會在那裡 總共一千萬幾千三萬 是 找了就帶爸爸媽媽來看 因為爸爸媽媽出錢 出錢有錢 好 每次來看都嚇到臭頭 如果不是憲哥 受世間 一定最少要二十元以上 你如果二十元以下 你不要給他 不然就是憲哥 只有一間衛育 那也要兩間 現在你如果沒有兩間衛育 他要賣外賣 沒賣手 你知道嗎 用說的都快 這個年輕人 他總共爸爸媽媽 跟他負擔 差不多四百萬的頭期款 你要考量到他的月薪 他可以負擔的 所謂的房貸的償還率有多高 只能買到這麼大小的 新北 雙北就這樣啊 沒有 郡先生你不知道 因為他們爸爸媽媽 六年以前在高雄 兩百五十元的總計 就買到一間電梯大樓 二十八百的都雙位 所以他說 那個已經植入在腦筋裡面了 他說你台北家 這樣貴鬆鬆 我跟你說 七三萬我在高雄 再買三間這樣 所以這種南北的房價落差 爸爸媽媽這樣說 沒有錯啊 南部的觀眾朋友 一聽也覺得 對不對 我家怎麼有貴到家這間 你本來在高雄買 所以這個落差一拉出來 難怪會有40% 50% 64%的差距 好啦 回過頭來憲哥 是 計較到底 說到底都是錢 因為一個年輕人 一世人讓你買幾間房子 你沒那麼好就知道了 回過頭來 假設我就買那麼一間房 對 我當然 我錢要花在刀口上啊 比方說 我如果買一間房 那個格局 搖到不能再搖 我很難脫手 住的身體也不好 所以接下來憲哥來告訴我們 今天錢要計較到底 格局 爛格局可能比買貴了還慘耶 當然 現在很多年輕人 我相信60%以上 他一輩子可能 只有買那麼一棟房子 所以買房子跟結婚 對他來講都是 人生終身的大事情 那如果房子買到金 甘贏三台做醫生 那房子買不到金 我跟你說厲害了 你變成冤大頭啊 你告訴我 我這裡有一個例子 他怎麼呢 他看不懂平面圖 結果買了以後 本來跟他講沒有良柱 交屋的時候發現 兩根大的良柱 那零挑呢 他現在求償無門 怎麼會這樣啊 這個先生是M先生 M先生 他說他當初就去看 他自己欠欠欠欠 欠一點錢 去看的時候 他算是說 我一個人而已 我現在買一個套房就好了 他自己在捷運旁 他買賣很好賣 賺錢很好賺 但是他算是 看一間10.5坪 10.5坪公色35% 算現在正常的 因為世經公社越大 結果實在 那個蘇富小姐 真的有名 真的給你 告訴我 我告訴你 實在6.8坪 而且 大型掛保證 大型掛保證 用5千去 他說我告訴你 你們看 世經沒有世經 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而且我告訴你 保證 保證什麼 沒有良柱 都是10坪的 沒有良柱 開玩笑 你買一間沒有良柱 有差多少你知道嗎 以前我告訴你 這頭頭我告訴你 樓高3.6坪 不要有柯柱 你知道 他不會來幫你貼 你也可以創一個小閣樓 空間變模式 是啊 這對年輕人來講 我就只有這些錢而已 可以買一間 就已經很開心 縱然是 家庭 我有糖 遮風避雨 都有多一些東西 放麵包 可以收集一些東西 這多好你知道嗎 起來不錯 就算是6.8坪 不要嫌它小 我如果可以再打一層 當然這個不值得鼓勵 他告訴我什麼 就開始算 沒有啦 他放一個樓也沒關係 就要跟10坪這樣 6.8坪 他開始很高興 回去等一等 因為起床要兩年完 他想到這樣 要告訴你 連做夢都在笑 他就找廟 廟是一個設計師 他說 我後來告訴你 你讓我來看看 信順 這個給你做 微微地把它做 對 一個棵而已 發現說 夭壽一個劑 兩棵的大良柱 兩棵啦 兩棵啦 大良柱 看一個很麻煩 等一下 那兩棵把它扭起來 我告訴你 0.5坪 0.5坪 總共0.5坪 這個已經扣小了 再扣0.5坪 對 你不是幫我回應說 你說沒有良柱啊 沒有 他現在找建設公司 建設公司說 那個跑掉了 沒有了 我們的所有小姐 不可能幫你代行 還是掛保證 那是你後面說 一個懷疑轉移生 不認賬 他說我一邊買六十萬 一邊買六十萬 只有0.5坪 我就撩三十萬 喔 他說這樣 我會說 你要給你求償 你想不到要批我二十萬 所以他就叫他那個設計師說 不然你裡面給我實在 給我撩一撩看看 結果發現多少 6.3坪 本來不是說6.8坪 他又減0.5坪 真的不良 不知道 兩人嚇一跳 所以現在是6.3 還要再扣掉0.5 對 實際只有5.8坪 對 他就減一邊去 一邊上去 你有六十萬 是 他跟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零件有 是宇舟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這規定的宇舟就要算錢 所以這個沒辦法 結果 他要交出 沒交就不行 最後買款五萬塊 他說我沒交 但是我跟你講 你想起來 頭已經鐵了一半 沒交對你比較不利 對你比較不利 所以建設公司 我跟你說 租稅很強 你不交不交 我就跟你說你違約 違約你就賠償 結果我到他就去把消保官 叫我出來協調 有好沒有 要協調 有啦 有好 要建設公司滑軟 說這樣啦 沒有這樣啦 那個五萬塊 你存兩萬就好 三萬塊我贏你 他本來是說 要求償二十萬 結果存三萬塊 他說我現在 想到那兩支糧煮 想到晚上在面前就流 我不知道要怎麼設計 和我們朋友 也不知道要怎麼設計 當初就是看不到平面圖 結果一個鐵鐵在看 真的有的嗎 有的兩支放在那裡 我們當初把酒果拿到 都去看到 都不到你知道嗎